Hello,大家好,我是赵博哥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台40寸的液晶电视 它是什么情况的 这个型号是LT4020FX的 这个是长红的 一个LCD的液晶屏 已经蛮老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到底什么情况吧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电源 然后这个指示灯是可以亮的 然后我们开机 开机看一下它的画面是什么样子 它是这样子的 它是有背光了 有背光 但是只是出现那个logo一下 然后就没有了 它又重新启动 现在它又重新启动 就重新启动 然后看到这个logo了 然后就没有了 就一直这样子 这种情况呢 很多都是数据的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然后刷一下机 那看一下什么样子 但是这款比较老 只能用那个编程器来刷 我们把它给拆出来吧 把它的 涂层数据的那个内存给拆出来 然后放到编程器去 然后把那个数据给烧录上去 然后这块板子我已经把它给拆出来了 它的数据在哪里呢 要把这一块散热片给拆出来 然后才能看到它的那个数据芯片 我们把这个给拆出来 现在呢 我已经把这个区域散热片给拆出来了 这个就是刚才散热片 那么这个数据芯片就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25系列的芯片 我们现在把它给焊出来 用热风枪吹出来 把它焊到这个小板上去 把它焊到这个小板上去 然后拿到编程器去烧录一下 那么现在就是把它给放到这个编程器上去 然后我们把它的数据给写上去 我这个编程器呢 它会自动识别的 现在我们点击一下这个自动识别 如果它能识别的出来就可以了 现在就识别出来了 那么我们就打开 要把这个找到那个那个电视的数据 这个L740720FX的这个数据 然后把它给点击进来 然后写入 就这么简单 等一下它会写入成功 那么写入成功了 然后我们就焊回去 然后上机就可以了 现在它会自动擦除 然后自动写入 如果你不确定是不是数据有问题的话 那么你可以读起 刚才那个储存器里边的数据要读起出来 然后保存到另外一个地方 以防万一我们把它给擦除了 然后找不到原来的数据 现在就可以了 它说OK的 那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数据拿出来了 让我们吹出来 也要把它焊到这个原来的板上去 好了 现在呢 我已经装好了 我们开机看一下吧 看一下 这可以了 你们看 这就是数据的问题了 现在就显示正常了吧 现在显示正常了 那说明这台机子呢 我们就已经把它给修好了 好了 这一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